第三个三体 将碗置于脸盆内的水中 碗内有一颗弹珠如右图所示 当碗及弹珠在水面上呈现静止状态时 弹珠的重力是与碗底一个向下的作用力F 则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 我们知道弹珠受到一个重力向下 那么它在这里呢 维持静止状态 表示碗底会给它一个支撑力向上 两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那么保持平衡 那么题目问的是所谓的反作用力 我们知道A如果作用给B称为作用力 那么B作用给A就称之为反作用力 现在呢弹珠受到重力呢 对着我们的碗底有一个撕力F 这个F呢就是所谓的弹珠撕力给碗的 那么它的反作用力就是碗撕力给弹珠的 那么就这个力量 这个支撑力就是碗撕力给弹珠的 所以它就会跟我们刚才的弹珠撕力给碗的互为作用力 及反作用力 所以呢第33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碗作用于弹珠的支撑力 这就是这里的反作用力 我们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 我们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 fordi我们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 所以我们下列合者为F'的反作用力